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里是中方红十字国际医院 我是黄医生 这位是董女士 这两位是来自阿尔及利亚的我的学生 董女士大约是在一年以前 应该是去年的前 是六月份就开始有这个症状 但是我到中方这里来减药的时候 是九月份 九月中旬 九月中旬就开始到这里吃中药 一直吃了到今年的五月底 但是药吃了以后 我这个症状就慢慢慢慢在消 当时来的时候真的好厉害 我的脖子不能够转动 看那边要把身体 整个身体往那边转 才能看到这边好痛 痛不得 但是吃了那个中药以后 慢慢慢慢的 它那个症状在消 在减退 越来越好 但是现在我也 现在又有两个多月了 快三个月了 没吃药了 但是我这里现在很好了 脖子都能动 也不痛了 这个明显 当时我来的时候是从这个耳根底部 到这个锁骨这里 全就像那个大块石头一样的 好硬好硬 碰都碰不得 哎呀对 总的好大 对 你的年龄是 好厉害 4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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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就像他所讲的 这个毛病 这个肿大的肿块是 去年6月份开始发生的 它是在 我们的城里的西医院 这几大医院都看过 当时的医院的话 看到肿块那么大 从耳根到这个位置那么大 建议他手术 因为我有这个治疗肿瘤 很丰富的经验 我记得当年我妻子的话呢 长得子宫心瘤 她开始吓得很受惊吓 我记得当时是这样看着我一下 因为你说是不是要进行手术 我就是当时委婉地讲 我知道你是担心什么 担心这是不是癌症 我说如果在发热阶段的话 在急性感染 如果是癌症发热的话 它肯定是动手术 波散得越来越快 如果这真的是癌症发热的话 你动手术也没用 它会迅速地波散 所以这就不需要动手术 我就是说建议你做内可治了 但是如果是一般还比较平稳的那种种 还没有发展到如此严重的时候 我也我们的尊重 它其实也能够彻底治了 所以你看今天的话呢 刚好印证了我当时所说的 当时我看到你脸上也是有一定的肿 一定的那个黄鹤斑 但是现在没人 所以就治疗肿害这一方面 我为什么引着那个治疗指红肌瘤 或你现在这个淋巴瘤 这两种肿瘤到一块 其实我们中医治肿瘤的话 不管是哪个器官的肿瘤 不管是那个心肝脾肺脏 不管是脾脏上的 还是肝脏上的 还是肺脏上的 肾脏上的 它们的共同的病级就是气质旋律 所以你的治疗方法 从一开始到结尾 我就采用的是 气质旋律 谈词组织 就是 行气活血 话谈善解 当然根据不同的人的体质 有些人脾虚一点 有些人肾虚一点 有些人干预一点 能够彻重一点不容易 所以你这个病类的话 我认为还是非常成功的 是啊 我也非常感谢你 陈医生 真的当时我来的时候 那自己生病了 就知道那种痛苦 就觉得自己好绝望那种 因为自己毕竟还年轻嘛 才四十多岁 小孩子刚刚大 自己一下就 无缘无缘就长得那么大 一个肿就拖到出来嘛 当时也吓人了 真的好吓人 因为现在那种买生太多了嘛 一般听到讲自己的那种啊 对于生癌嘛 也很怕 当时我自己也觉得好绝望 真的吃中药是比较苦 但是自己想到自己病上 必须要吃 那一定要坚持 是不是 现在我还是坚持 就顺利了 所以其实来讲 说到这一块 坚持在一块 我认为还是非常重要 我是雷克人士 所以我在这些年来来说的话呢 不光在吃种快这一方面 要求我的病人 给我足够长的时间 我现在在治疗糖尿病 或高血压 抑制那些伪症啊 避症这些 如果是年龄偏大 时间偏长的话 我都要求我的病人 你给我足够长的时间 而只有我们慢性的中药条例 才可以把它彻底治好 所以我认为的话呢 你这个例子 你这个病例 是非常值得我们大家去思考 用任何一种方法治疗 非常难治得起的病例 是 非常感谢病人 把我病人治好了 这也是你自己的运气 我只是敬意而为 我今天就到这里 我是彭医生 这是中方同时的国际医院